请收看 维新世界 王蝉老祖 玄妙真经 维新世界 王蝉老祖 山街险国 慈悲明世 吾我七上亿亿 零三仪会万年灯 四八大愿照光明 王蝉老祖 庙至圣 加持冠领见太平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为骨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那么无量寿妙至圣 王蝉老祖 庶尊 是同修 九九法会年座上 列祖列宗 朱祖灵 双法界三界万灵 好 今日金石 九月二十九日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蝉老祖 玄妙真经 佛 道 神 仙 上帝 阿拉 这都是一个名相而已 在《太上道德经》开示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你可以用嘴讲出来的 不是永远的真正的道 而可以用嘴讲出来的名字 不是永远的不变的名 所以 哎呀 我佛最好 佛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但是 你说 哎呀 我的上帝最好 我告诉各位 上帝也是一个名称而已 所有一切都视线在死 就我们的那个心 所以耶稣基督都慈悲 用自己身体来牺牲 来感化众生的无知 好动 好战 不满 等等的情绪 我们来到世间 真的很可怜 受到世间的所有一切名与利 在这里斗争 战争 所以耶税到最后 他用牺牲自体 用心来感化 心要感化先从念头 念开始 哪一位能够被钉在十字架上 不爱 你看 没有一位圣人可以这么做 但是固有天命 固有地球上不同的人类 生活方式和习性 所以上天 神 佛到世间上来 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来启示 人类 人类 一个心 就是要不骗不语 叫中道 那佛家 合掌 两只手合起来也是十嘛 我们到家 我们到家 也是手一抱园 也是十 两个合起来也是十 所以我们 金丹法文的风水学 巡龙点穴 也是要十道天心 十道天心 你看到地形 后面山来 头有靠 前面有岸来相照 左青龙 右白狐 这四平八文 然后 龙穴就在中央 那就是龙穴 也是心 灵性 我们的 就是脑 我们的人的脑 龙的水 造不同的表达方式 总称一个名 叫做道 叫做道 道气 从道气以修来 所以各位 好多修行的道上朋友 各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每一个都对 没有一个错的 不要说 哎呀我的叫最好啦 你的不是好啦 胡说八道 我告诉各位 如果是你说你很好 你为什么你不回上去给人看 对不对 曾经有一位也在修行的信徒嘛 哦来讲了他会怎么样 我讲了一大堆 哦 那我知道他的目的是要来借钱嘛 我说你讲的修得很好 你的输夫输水讲的讲的 那么你得到尊传哦 我说哎 你跳起来挥给我看 我哪会要 他不会 那你就不要再胡说八道 再乱临 哎呀 人来世间上 不是用来胡说八道来的啦 要找到真心 要找到真心 好不是在那胡说八道啦 那你在骗自己呀 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自己的那一颗真心 良心 佛心 天心 啊 所以要走咯 哎 对不起啦 哦 哎 文年老师啊 我出来忘了带钱啦 你可不可 钱借我 你要到哪里 哦 我要到埠里去啦 好啊 那到埠里我就 嗯 借你一百块抽成就够了嘛 不够啦 一千才够啦 我说够了啦 这里到那四十五块就够了嘛 哦 好啦好啦好啦 没有啦 哦 一百块啦 哦 一百块拿给他了嘛 哦 很快的又回来还你呀 我说这辈子不要还我没有关系啦 这些人不用钱我啦 我说好好修啦 哦 你这样磨磨考考我知道啦 好啊 也谢谢你的磨磨考考啦 好啊 那你的行为方式 再提醒我 我感恩你 好啊 那么你到埠里 你还要回去台中嘛 住在台中 我又多了五百块给他 你去中午要吃晚 吃午餐嘛 好 不管你去不去那时候你的事情 好了 我六百块给你 啊 你 回去回家 好 再修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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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界的修行者 心量最狭窄呢 我说不是啦 宗教教的修行者 磨考最多啦 会磨来磨去啦 磨来磨去啦 你要知道的就好啦 不是心量狭窄 都是龙天护华 天神派他们来磨过味 磨过味 磨过味 磨泪过味 你们怎么样来 保到 保持心能静 要远见 那 我告诉各位 你学艺经啦 学艺经 你用艺经 你就可以了解了嘛 不要再乱谈嘛 当下来 是真是假 硬谣空亡虚的 硬谣带破胡说八道了 硬谣带官鬼心怀不正 啊 这个都是可以了解嘛 我们黄万流未然 那就好了嘛 义其无所生 就是要用义 所以各位同修 我们大家从天上世界来 天上的世界 投胎到世界上来 过有过多的 不同身体 环境 你怎么样 才能做到一个 自己 不被环境 把你弄乱了呢 所以我一直要求 我们维心地址们 你要把艺经用对了 不是用满口的胡说八道 来骗吃骗喝 那你在自己造口业 自己在中恶音 你能修成金丹色律 我就不相信 所以若书过去有这个想法了 赶快还行 还行 还行忏悔 不要再发生 那样的话 你当下也可以 佛家所说的 放下屠刀 利利成佛 放下屠刀 利利成佛 道理就是这样来 所以道 满三千大千世界 都是道 气 都在满三千大千世界里面 都在运行着 你看都道了 人来来往往 车子来来往往 那也是道 也是气 在运行 你看不到 你思想的意境 思想的怀劳 在运行的 也是气 也是道 道气三千 头脑绑三千了啦 你就跑也跑不掉 所以思想也叫道气三千 所以各位同学 你道在哪里 做到问心如愧就是道 要做到问心如愧不简单 做莫做重山风行是很重要啊 那什么是恶 什么是善 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 他也修得很好啦 满口的四十五经啊 满口的这个真理啊 讲得非常好 我说 哎呀 赞叹赞叹 你修得很好 但是你家里的人 我看啊 一个比一个呢 环绕多多啊 对啊 哎呀 真是魔藏 我家的孩子啊 真是魔藏 把我磨得不得了 把我磨得 我真的受不了耶 我说 孩子什么时候生的 啊 什么时候生了 就是 月圆内卦 日为外卦 变成卦嘛 爱城卦的石为洞窑 穗筋为整个生命的天心主軸 我哎呀 你生这两个小孩 都是大破格 破 破 破 哦 什么破呢 思想偏差 孩子不错 但是他的行为 他就没有办法去克服自己 哦 所以你这两个孩子 给他学一点小小的小公益啊 你不要叫他要去成就大器啊 哦 你没有 没有办法的啦 你不知命 你怎么知道运 你不知鸡 你怎么知道气数 你不知鸡 不知气数 你怎么修道 你会满口的人力道德 满口的这些 哇 满天的大道理 还是等于零啊 所以这位先生啊 哎呀 可能老师啊 我就被两个孩子把我魔烤了 我告诉你 两个孩子不是魔耶 不要搞清楚耶 是菩萨来耶 哦 他们怎么都骂我 他就躲破嘛 他讲的话他也搞不清楚 心口也不一嘛 啊那你就叫他好好去念佛就好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嘛 啊以后 他平常呢 学一些口头禅 啊 这个口头禅呢 要讲话就像帅你而已 口头禅就来了 哦 他怎么办 你先跟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要讲话阿弥陀佛 先佛上尊敬阿弥陀佛 这个是道嘛 所以我说你 啊 教你的孩子就练佛 好好练阿弥陀佛就好了 啊 叫他们去 学举工作啊 做什么啦 做工友也可以啊 掃头咖掃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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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嘛 就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哦 那这位先生呢 他回去了嘛 啊 他就教他啊 两个孩子都练阿弥陀佛 哎 练了过了差不多两年多嘛 他又到新闻市来了 那时候 我在盖 也要这一栋全如坦堂 刚好这一个石头 很大的石头啊 都是图 我请我们现在 原料法师的老公啊 啊 徐家隆 哦 他企业家退休了嘛 哇 这个石头请你把它 啊 啊 弄到清去啦 不要被破坏掉了 啊 这两位呢 就在上面看啊 啊 他带了两个孩子 阿弥陀佛 哦 功德无量啊 英明说塞尼娘哦 他就阿弥陀佛 功德无量 两个在上面 坐在那边 哦 我很高兴 我说哎 这就是道 就是气 气 有思想 后天的教育 让他的念头去运行 也是气嘛 谁有行的气 无行的气 风水也是气耶 而风水气的运行 哦 我们真经里面有讲呢 三寸气在桥走百里路径 你都述风水学你错咯 气不顺咯 住在里面的人头脑不清醒 头脑不清醒啦 哎呀 他有气我就不相信啦 哦 所以 有的时候哎呀 这师傅你都讲风水学 风水就是生活嘛 风水就是气嘛 风水就是我们的五脏六部嘛 啊 你的家里 灶位 灶位就是你的肾脏位嘛 啊 啊 灶位错了肾脏都会受伤嘛 啊 啊 你的床位 你摆错了就是肝嘛 肝胆香皂嘛 啊 床位摆错了你的肝肌能 晚上睡不好 起来这身体疲惫无力 啊 肝 肌肉就渐渐会摔坏嘛 门 这是你的口嘛 啊 啊 这是我们的念头啊 门口响出去乱七八糟的环境 那你就是住了思想就偏激啊 这是风水嘛 不是想的那么肤浅啊 所以我笑一笑 这位先生啊 他说 师父 你讲的有道理哦 我家里的前面 就是一个废墟 人家住了很久的废墟 我说你家里的事业要顺利 废墟就把他整理嘛 他就 那他家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帮他整理 有没有人住 没有啊 没有 倒霉是你啦 你的念头 你的气 你的树 气数 就是已尽了啦 你的想法 就那么狭害的气数已尽嘛 好的 运气 气数你就已尽嘛 没有慈悲心 没有爱心 没有环保的 好坏影响你自己嘛 哦 我跟你说 哈 那对啦 师父 那我懂啦 我那老师啊 那我懂咯 他就回去了 对面那种废墟 他就帮他整理啊 啊整理咯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 欸老师啊 那那个前面我整理好了 不错咧 我要一个办法我教你 你去 啊那个啊 你家里有一个花盆啊 什么 你要摆摆咧 该钓得钓起来 看了最讨厌那一个咧 你家买一个那个花篮 咧 把你浇水 有花也很漂亮啊 就让你的思想的气会运行 思想的念头的气会运转 那你就好运了嘛 哎哟 那么这位先生哦 祝福 谢谢你 我回去叫我的孩子 讲好话 阿弥陀佛 我这个呢 会怎么样 我这边整理了 来了两趟 再两年后 带孩子来在这里 阿弥陀佛 孩子现在做什么 那工厂都请他们去 做继承的工作 利润又不错咧 他们不会乱想 你已经做 比一般的工耶 做的建事还多 所以利润收了这个薪水又比较多耶 所以各位啊 气是我们自己的念头的气最重要 不是只有 哎呀我用什么方向才有气 方向就是从慈悲练 最好的方向 若是没有慈悲的念头 你的方向就错了啦 所以江湖先生们 当然你们游戏人间 我知道啦 你们的阿罗汉的化身 来游戏人间 但是众生 没有那么本钱 让你们游戏啦 吃杯吃这样 拜托拜托 不要再游戏人间了啦 让众生那么苦不堪言 所以王湛老祖才倒叫之行啊 来 帮各位有缘的人 大家要走一条正确的路 明阳两立 性命双修 性我们的本性我们的大智慧 命我们的身体就是命 生命 身心一起来学道 早上我们有失觉 哎呀叔父 我梦了好几次 你都到我梦中来 告诉我的 后来都应验了 我说你脑神经都衰弱啦 哦你的气血不胜 才会梦到舒服嘛 事实上你本身就去足 那是王湛老祖 画我的行 进入你的梦中 啊告诉你的人生方向 这也是气也是道耶 所以道气三千 三重千是重叠的 就无量数 所以我们的风水学 你用在生活 用在做人处事 你绝对 非常非常的 很 非常非常的 我们大导师啊 曾经一位 世界上有名的 这个 艺术家啦 有一天到全国寺来啊 他就 哎呀老师啊 我听你电视在讲喔 我发现呢 你有很多高明喔 我心里什么艺术呢 啊他研究陶瓷啊 陶气陶瓷 我研究陶瓷 你有陶瓷你的艺术境界非常好 但是放在脑海就好 你的眼前 你家里的陶瓷 你故意把它打破 弄成乱七八糟 你认得是浴室 我认得是废墟啊 我认得是垃圾厂 叔你怎么知道 那我用手挂一算 硬摇带破嘛 又猪蟹又破 还要破又是关鬼 又是隐木都破 我那出来的乱七八糟 你怎么会顺 我才不相信呢 你家中的孩子都在感冒 对不对 对呀 每天赚了好久才好不容易 赚了一个价钱很好 结果不够我的孩子感冒药 那是什么 风水嘛 去 你经过眼睛 转入你的头脑 练利 你进入你的心田 所以你的心田里面 都是乱七八糟的 一大堆 那你心里 心里的东东也爆爆 胸口闷 思想就浑浑顿顿 请不吝点赞 听听听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